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优的行列式就等于一或者是负一 就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证明非常容易 因为对于证交矩阵来说 优品优它是等于单位矩阵的 于是我们两边取行列式 那这就是优品的行列式乘上优的行列式就等于 爱的行列式就是一 我们还知道一个行列式和它的转置的值是相等的 也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优的行列式 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优的行列式的平方等于一 那么把它开放以后呢就是等于正负一 我们注意一下一个正交矩阵 我们讲正交矩阵的时候呢 一定是它的 我们是在实数范围内考虑的 我们来看第二题是 优的特征根的膜呢是等于一的 就是如果U可C等于lambda可C 那么这个lambda的这个膜是等于一的 而因为特征根呢都是在辅数范围内考虑的 我们来证明一下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证明的难度呢 稍微大了一点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在前面的证明过程当中呢 也有过类似的 我们先把它呢取一个转质 就是可C皮尔U皮尔等于lambda乘上可C皮尔 所以取完转质以后呢 我再给它取共恶 请问大家注意呢 因为这个lambda是辅数的 所以U可是实数啊 所以这可C呢有可能是这个辅数的啊 如果当lambda是虚数的时候呢 这可C呢有可能是虚数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取共恶 那么就是可C皮尔了以后再共恶 这个是U皮尔 大家注意因为U是实数于内的啊 实数范围内的 所以你U皮尔呢 转质以后里面也全是实数 再取共恶呢 它仍然也是实数 所以这共恶没有了 这个lambda是个辅数取共恶 这个呢也取共恶 就这样的东西 再然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式的相成 这就是可C皮尔的共恶 U皮尔U可C 就等于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这是一个lambda横 乘上可C皮尔横 再乘上一个lambda 我给它放到前头来了 再乘上可C 啊 那么说 摄可C呢 是C1 C2 一直到CN 啊 那么注意这些呢 都是辅数范围内的 啊 那么这个可C皮尔再横 皮尔就是C1 C2到CN 那再横一下子呢 就是这个东西 啊 那么现在呢 这个C皮尔的横啊 要乘上可C 就是这个啊 这一横呢 乘上这一列的 那是一个数了 啊 那么它和它相乘 就是C1的 摩的平方 它和它相乘是C2的摩的平方 最后一个呢 是CN的摩的平方 好 那我们看 这里边的U皮尔U啊 因为U是个正交矩阵 所以U皮尔U等于I 那么这边呢 就是 这个东西 然后这边呢 是lambda和lambda横啊 乘起来以后 就是lambda摩的平方 再乘上可C横 皮尔啊 那我们看呢 因为这个可C啊 是一个特征向量 是特征向量 就要求它是非零的 要求它是非零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这里边 至少有一个元素是非零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显然就是不等于零的 啊 于是呢 我们把它 因为这个东西不等于零 我们约掉它以后呢 就是lambda摩的平方呢 就等于一 啊 那么lambda摩因为是正数 所以它只好呢 就等于一 啊 那么这我们就证明了第二个 就是U的特征根的摩呢 是等于一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如果啊 lambda是U的特征根 那么lambda分之一 也是U的一个特征根 啊 lambda是U的特征根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U乘上一个可C 等于lambda乘上一个可C 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要证明啊 lambda分之一 也是U的特征根 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知道 这个对于任何一个矩阵来说 A'与A 它有相同的特征根 啊 它的原因是什么啊 注意这个结论呢 也可以当作定理来使 原因呢 就是说 它们的特征方程 是一样的 啊 它们特征方程是一样的 啊 那么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啊 大家注意呢 这边这个矩阵呢 其实就是它的转制 看它的转制 转制的话呢 就是XI'的转制 还是I 啊 I的转制还是I 那么这个A的转制 是A'啊 那么一个行列式呢 它和它的转制呢 值是相等的 所以呢 它们有相同的特征值 啊 有相同的 这个特征多项式 当然就有相同的特征方程 就有相同的特征根 啊 那么就是A'与A有相同的 哎 那我们在这里边呢 怎么来考虑呢 大家注意 因为我们有前面啊 有lambda的 这个模 因为我们知道 它等于1了 所以这个lambda呢 肯定是不等于0的 好 于是呢 我现在不在这个地方啊 两边我给它乘上一个U' 那么这边就变成lambda U' 那因为U' 那因为U'呢 它就等于I 所以这边就剩了可C 那么这边是lambda U' 因为lambda又不等于0 所以我两边给它乘上一个lambda分之1 那这个呢就没有了 这个lambda就过去了 于是呢 我们看 我们就得到的是 U' 可C 等于lambda分之1 可C 那因为可C呢 又不等于0 因为我们在这里边要求的是可C不等于0 于是这lambda分之1呢 就是U'的特征根 lambda分之1是U'的特征根 那它也就是U的特征根 这样呢 我们就证明了结论三 第四个呢 是说U的伴随矩阵 U' U'也是正交矩阵 如果U是正交矩阵 我们来看这U' U'要是正交矩阵 我们来看 U正交的话 我们来算它的逆 它的逆是谁呢 就是U的行列式分之1 乘上一个U的伴随矩阵 U' 那么因为由第一个结论 U的行列式等于正负1 所以呢这个就是正负U' 另外呢又注意啊 这个U' 因为U是正交矩阵 所以U' 就等U' U'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呢 其实呢我们就得到的是 U' 就等于也许是正的U' 也许是负的U' 那么不管如何 我们来算一算 U' U' 的' 佩儿 再乘上U' U' 就等于正负 他要是' 一下呢 就是U' 然后呢 U' 兴呢 就是正负U' 佩儿 另外呢 我们注意啊 说这个同时 这两个正方同时取正 同时取负 所以它就是正的U' 乘上U' 那因为U' 是正交矩阵 所以呢 它就等于单位矩阵 于是呢我们就证明了这个U星呢也是正U矩阵 那么我们的四个阶段就都证明完了 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一题 是cos2分之θ是不等于零的 cos2分之θ是不等于零的 然后呢这个U又给我们了 是10000 这是cosθ减负的sinθ 这个是sinθ 这个呢是cosθ 然后还让我们证明 I加U可逆 那么I加上U啊 它就等于这是20000 然后呢这个是1加上cosθ 这是负的sinθ 然后呢这是sinθ 这是1加上cosθ 什么时候这个I加U就可逆了呢 我只要算一算I加U的这个行列式 我让它呢不等于零就行了 那么这个行列式呢 大家看因为这有一个2 很明显的我按第一列展开以后 这就剩一个2 好下边呢就剩下一个二阶的行列式 这是1加cosθ 负的sinθ 这是sinθ 这是1加上cosθ 然后呢就等于这是2倍的 里边呢就变成1加cosθ的括弱平方 我把它展开 就是1加上2倍的cosθ 加上cosθ的平方 这个就是减去负的 这是sinθ 那么就等于2倍的 里边呢大家看 这俩合下来是1 这又一个2 提出以后这是个4倍的 1加上cosθ 4倍的1加cosθ 那我们因为已知条件是cos2分之θ 不等于零 好那么于是呢 我们知道1加cosθ 我们用一下公式 1加上cosθ 就等于是 2倍的cos2分之θ的平方 那么因为cos2分之θ不等于零 我们看这个就不等于零 那它不等于零了以后呢 说明这i加u呢就是可逆的 那么它还让证明一件事 就是i减u乘上i加u的这个逆 等于那样一个矩阵 那么那个矩阵呢 我不把它写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设它是一个a 就是右边那个矩阵 我们用a来表示 要证明这个东西呢 表面上看来啊 好像是要把i加u啊 这个逆呢给它求出来 求出来以后呢 再跟它去乘 那么这样呢 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来证明这个东西 实际上啊 因为i加u可逆 它就和i减u等于a乘上i加u是一回事 于是呢 我们只要证明啊 这个式子就可以了 那么i减u的话啊 那么i减u呢 大家直接呢就能把它写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你把它给的右边这个矩阵 和i加u的这个矩阵 给它乘一下 乘完了以后呢 结果就等于i加u完了 用这样一个办法 好 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二题 说一个 如果一个上三角矩阵是正交矩阵 那么a一定是个对角矩阵 而且呢 主对角线上的元素 不是1就是负1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实际上大家只要把它写出来就行啊 那么我们简单的来写一点 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程序 然后呢 剩下的大家会去自己写 现在我们就是要让a比rA呢 是等于i的 a比rA等于i 那么a比r是谁呢 就把它转置一下 那么因为a是这样的 a11a12到a1n 这是0 a22到a2n 然后呢 这是0 0 这是an a比r的转置一下 就是a11a12 这到a1n 然后这个是0 这个是a22 这是a2n 然后呢 这是0 这是an 好 我们来看呢 因为这个 乘完了以后是单位矩阵 也就是对角线的元素都是1 其他都是0了 好 我们来看呢 它 先和它乘一下 那么就是a11的平方 因为它是第一行第一列的 然后呢 它要和第二个相乘呢 那就是a11a12 然后呢 到最后呢 是a11 a11a1n 那么其他的地方呢 我们不去写了 大家会去自己写了 那么我们来看 因为这是单位矩阵 所以就要求是a11的平方呢 就得等于1 那么因为a11呢 是个实数 所以开方以后呢 它就是正负1 再来看呢 a11和a12啊 因为是等于0的 那么a11不管怎么样 它是不是0的 所以呢 a12呢 就得等于0 那么这样的话呢 看到最后一个 那就是a1n呢 就得等于0 那么也就是说啊 就这一块得是0 这一块呢 得是0 然后呢 你接着再去往下去算 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因为这个 在书上呢 讲这个正交矩阵的性质的时候呢 讲的也不是太多 相当于它在习题上呢 就给我们补充了一些 关于正交矩阵的一些特点 那么事实上呢 关于正交矩阵呢 我们还有这样的结论 就是这个正交矩阵的那个u 如果我把它呀 写成这样的东西 是α1 α2 一直到αn的话 啊 那么这个α1的 这个我们在这个课 这个讲课的时候呢 正课的时候已经用过了 就是α1的长度都是1 而且呢 两两是正交的 那么于是呢 就是α1 α2 一直到α2 这个东西呢 就是α2 n的 一个 规范正交机 好 那么大家可以回去呢 自己啊 这个把它去正一正 就是这个的这个长度都是1 两两还都正交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把u 写成这样的 就是用航向量来表示的话 啊 那么这些航向量呢 也是rn的一个规范正交机 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这个事实上呢 也都可以当定理来用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节的正交变换 正交变换的第一题啊 第一题呢 是说在一个n为欧式空间的 在341页啊 n为欧式空间的两个正交变换的成绩 还是正交变换 一个正交变换的逆变换 还是一个正交变换 啊 那么说呢 因为这个正交变换呢 就是他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 这个正交变换呢 就是在一组标准正交机下的这个矩阵呢 是正交矩阵 而且我们还讲过 如果一个sigma 在标准正交机下的矩阵 呃 如果sigma是个正交变换 那他的在标准正交机下的矩阵 一定是正交矩阵 反之 如果他在标准正交机下的矩阵 是正交矩阵 那他就一定是个正交变换 于是呢 我们要证明两个正交变换的成绩 仍然是一个正交变换的话 那我们只要证明啊 就是说啊 A和B这个成绩 就这个两个矩阵的成绩是正交矩阵就行了 啊 那么这两个矩阵的成绩 为什么是正交矩阵呢 那我们其实就是要证明啊 就这件事啊 他们两个成完了以后 等于等于I就行了 那为什么他等于I呢 那么这个是BPR APR 后边这是AB 这两个乘起来是I 那么乘完以后就是BPR B B也是正交矩阵 所以是I 那么同样的道理啊 说如果呢 Sigma在这个正交变换下的矩阵是A的话 那我们知道呢 正交矩阵 它的逆也是正交矩阵 这我们是讲过的 那么于是呢 Sigma 逆在同样一组标准正交机下的矩阵 就是A的逆 因为A的逆是正交矩阵 所以Sigma逆呢 就是正交变换 这就是第二个结论 是一个正交变换的逆变换的 还是一个正交变换 那么第二题呢 我们也给大家留了啊 那么他这个证明呢 也比较容易 大家会自己去写一写啊 我们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呢 说设U是一个三节正交矩阵 U现在是三节的 而且呢 U的行列是 是等于1的 那么呢 我们说啊 让我们证明的结论 第一个是U 有一个特征根 U有一个特征根是1 U有一个特征根是1 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U是一个三节的话 U是一个三节的 那我们说呢 它的特征多项式 乘出来以后呢 就是一个三节的 比如说我设它为是 X的立方 加上AX平方 加上一个BX加C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的一个特征根 就一定是有一个十根 我们知道呢 三节的一定是有一个十根 我比如说这个十根呢 我把它呢叫做Lamda 然后呢 剩下的 一个是叫做Mu1 一个叫做Mu2 如果它们都是十根的话 如果它们都是十根的话 现在我就看 如果三个根呢 都是十的 那我们就知道 U的行列式 我们说任何一个 基础阵的行列式 都是这个特征根的成绩 所以U的行列式啊 就等于Lamda Mu1 Mu2 那么根据上一节课的 习题诗 我们知道啊 这个Lamda和Mu1 还有Mu2啊 它不是一 就是负一 那我们看 这三个东西 它能全是负一吗 当然不可以 三个要都是负一的话呢 成绩也就成了负一了 就矛盾了 所以至少有一个是一 那么也就说 这个特征根里边呢 一定有一 那么如果这里边呢 只有一个是十的 另外两个要是虚的 那又怎么样呢 那么也就是啊 比如说Lamda是十的 那么Mu1和Mu2是虚的时候 那么Mu2呢 就等于Mu1的共恶 因为这个 这点应该写成是U 因为这个U是个十的 那么展开以后呢 这个也是十系数的多项式 那么十系数的这个多项式 那它的根呢 就要么是十数 如果是有虚数的话 一定是成对的 共恶的 互为共恶的 成对出现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 这回呢 它也是它的三个成绩 就等于Lamda 乘上Mu1Mu2 因为这是共恶的 所以就是Mu1的 磨的平方 那因为啊 那因为啊 根据上一节课的 上个练习的 徐提时的结论 说U的就是正交矩阵的 特征根的摩全都是1 所以这个就剩Lamda 所以这个Lamda呢 就等于1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证明了 不管它 因为它一定是有十根 那有三个十根呢 也有1 那一个十根呢 它也有1啊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 它说这个U的这个特征多项式啊 还有这样的形状 就是特征多项式 X立方减去TX的平方 然后呢 加上TX减1 他是说有这样的形状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形状 那大家看呢 如果我这里边是Lamda Mu1 设为根 设为LamdaMu1和Mu2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就应该是等于 X减去Lamda 因为这里边一定有一个根是1 我们来看另外两个根 一个是X减去Mu1 一个是X减去Mu2 好 我们把它展开以后呢 就知道了 说这个东西就是等于 X的立方 然后呢 减去一个 X立方 减去一个 这是1 加上Mu1 加上Mu2 X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一个 这是Mu1 加上Mu2 他乘他是Mu1 他乘他是Mu2 然后呢 他乘他 就是Mu1 Mu2 乘上一个X 然后呢 在最后一项 就是减去一个Mu1 Mu2 减去一个Mu1 Mu2 然后呢 我们说因为这里边呢 有一个根呢 是1了 所以呢 这回啊 U的 U的行列式 原来是说呢 是三个特征根的乘积 那么现在有一个是1了 那就是另外两个的乘积了 所以呢 Mu1 Mu1乘上Mu2呢 就是等于1的 然后呢 也就是说 这是X的立方 减去 1 加上Mu1 加上Mu2 X平方 然后加上 因为这两个乘积是1了 就是1加上Mu1 加上Mu2 乘上X 再减1 于是呢 你看啊 这种形式 已经非常接近了 就说呢 这个负1 这也是负1 这X立方 X立方 X的系数 和X平方的系数 如果我们不看符号的话呢 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负的 于是呢 我就取一个 T等于1 加上Mu1 再加上Mu2 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呢 我们现在只要证明啊 这个T的 这个是在这个范围内就行了 T是大一等于负1 而且呢 还小一等于3 那么正面这个的时候呢 大家分一下情况啊 分情况呢 来讨论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么分什么情况呢 这个具体的讨论过程呢 我也不给大家去做了 那么怎么分情况讨论呢 第一个是前头十根 好 前头十根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是有Mu1和Mu2 就取正负1嘛 那么显然在这个范围之内 因为都取最大 就都取正1 所以是小1等于3呢 最小都取负1 那就正好是负1 一定在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呢 大家再来讨论 这个Mu1和Mu2 是虚根的时候 是虚根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可以把Mu1 设成是A加Bi 那Mu2呢 因为是和它共恶的 可以设成是A减Bi 又因为它们的膜都是1 所以还有A方加B方啊 A方加B方 开平方是等于1的 那不开方的当然也是1啊 所以呢 由这些东西呢 大家可以振出来 提示在1和3之间的啊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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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4 现在我们来看第六题是设α1到αN和β1到βN都是N为欧式空间V的两个规范正交机 α1α2到αN和β1到β2还有的是βN 这是规范正交机 我们要证明存在V的一个正交变换Sigma 使得SigmaαI等于βI 实际上就是当所有的SigmaαI等于βI了以后 那么大家注意如果所有的SigmaαI都定了 因为α1到αN是一组机 那么这个线性变换就也被VU确定了 也就是说当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这个Sigma就一定是个正交变换 其实我们只要证明这个就行了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个标准正交机 它也是标准正交机 所以我们讲过的就是由标准正交机到标准正交机的过度矩阵 就是正交矩阵 那么再来看呢 因为这个βI就是SigmaαI 所以这就是Sigmaα1 一直到这是SigmaαN 就等于α1到αN乘上这个U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Sigma在这组标准正交机下的矩阵就是U Sigma在标准正交机下的矩阵如果是正交矩阵 那Sigma就是个正交变换 这个题目呢 体现了正交机 就是不同的标准正交机之间的这个过度矩阵 是正交矩阵 还有呢 就是说正交变换 在标准正交机下的矩阵 这个也是正交矩阵 而且呢 这两个的结论的这个反过去 反之呢 也都是对的 好 第二 第二问 如果呢 V是一个正交变换 T 那V的一个正交变换 T 使得Tα1啊 就等于β1 对它也是正交变换 那么 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东西啊 Tα1 Tα2 一直到TαN 这个东西是等于β1的 再来看 β2 一直到βN 那么首先呢 我们知道 因为如果陶氏的正交变换 R1到R1又是标准正交机 那我们说呢 这个正交变换 把标准正交机 仍然变为标准正交机 就是这个东西啊 它也是标准正交机 好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也是 这个也是标准正交机 那么再来看呢 因为Tα1和β1 这是一样的了 那么我们来看 由Tα1生成的那个子空间呢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W 就这个生成的子空间叫做W 那么W垂直是谁呢 大家注意呢 因为这是标准正交机 所以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在这个W垂直里头 你说W垂直的机是谁了呢 就是Tα1 一直到 哦 这不能写等 写等于呢 就是由它来生成算 由Tα1到Tα1生成的 因为他们 因为这些东西呢 是首先 这是二啊 首先呢 这些东西是线性无关 那么他们还是 正交的 那因为W这是一维的 那么W垂直呢 就是N-E维的 因为他们的维数加起来是N 它是N-E维的 这又有N-E个线性无关的向量 所以它就构成了W垂直的一组机 而且呢 这些东西呢 一定都在W垂直里头 因为他们和它是正交的 同样的道理 它也可以写成是Beta2到BetaN的 由Beta2到BetaN的来生成的 于是呢 我们来看 这两个东西生成的东西啊 它都是W垂直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看它的结论是什么呢 Tα2到Tα2N所生成的 那个子空间 与Beta2到BetaN 所生成的子空间的重合 那么事实上 我们不仅呢 证明了它重合 我们还知道呢 它就是W垂直 下面我们来看 对称变换的 看对称变换的 第一题 是Sigma是N为O 是空间为了一个线性变换 证明如果Sigma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两个 那么它必然满足第三个 一个正交的 一个是对称的 还有一个是单位变换 这个证明呢 应该不是特别难 大家只要注意 我们要充分的 利用 欧式空间的 这个标准正交机就行了 那么在对称变换里边呢 我们也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呢 这个对称变换 关于标准正交机的 这个矩阵 一定是这个 对称矩阵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反之人也对 那么第一题呢 应该是比较容易 我不详细说了 来看第二题 设Sigma是N为O 是空间V的一个对称变换 并且Sigma方等于Sigma 证明存在V的一个规范正交机 使得Sigma关于这个G的矩阵呢 有这样的形状 就是啊 这个地方呢 有些1 剩下地方呢 有些0 当然 这是个对角矩阵 上下的都是0了 好 我们来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注意 因为Sigma呢 是一个对称变换 我们说对称变换的话呢 呃 我们有个结论 就是一定能够选到某一组 标准正交机 使得Sigma在这组机下的矩阵A呀 它是个对角形 啊 在这组机下的这个矩阵A 是个对角的矩阵 那么这个对角矩阵 我把它叫做Lam的1 Lam的R 啊 一直到Lam的N 啊 我们给它继承这个 继承这个以后呢 那我们看呢 Sigma在这组机下的矩阵是A 那Sigma方在这组机下的矩阵呢 就是A方啊 啊 那么 这个题目给我们的是Sigma平方又等于Sigma 所以呢 A方就等于A 啊 那么A方是谁呢 这个很容易 啊 A方就是Lam的1的平方 Lam的R的平方 一直到Lam的N的平方 啊 这是A方 A方要和A相等 那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得相等 那这两个东西相等呢 那除了对角线以外的元素呢 那肯定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看对角线上的元素呢 那不就是Lam的I的平方就等于Lam的I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看啊 我们这里面Lam的I 这个我们把它解出来啊 就是Lam的I的平方 减去Lam的I就等于0 大家注意别约掉Lam的I啊 因为它有可能是0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Lam的I现在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0 一种是1 啊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这里边呢 就有些是0 有些是1 啊 那么呃 我们再可以重新的排一下它的顺序 就是把对应1的那个 往前放 啊 对应是1的往前放 那么1就能够跑到前面来 那些0呢 就跑到后边去 啊 那么这是 这个 啊 第二题啊 当Sigma方等于Sigma的时候 那么这个矩阵呢 就有这样好的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形状 那么实际上呢 关于这个东西啊 就是当A方等于A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叫法 我们把这A呢 叫做一个密等矩阵 第三题 我们来证明两个对称变换的核 还是一个对称变换 这个呢 只要大家会使用标准证交机 Sigma在标准证交机下的矩阵 是个 如果它是对称变换的话 那么它对应的矩阵呢 也是对称矩阵 那么两个对称变换的核 显然还是对称变换 所以这个 对不起 应该说两个对称矩阵的核 还是对称矩阵 就是A是对称的 B也是对称的 那它加起来以后呢 因为它就等于A'加B' A'是对称的 所以它等于A B'是对称的 所以它等于B A'加B'是对称的 所以呢 这个两个线性变换的核 也是对称的 那么两个对称变换的乘机 还是不是对称变换呢 答案呢 就是不一定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要找到一个A和一个B 它们呢 分别都是对称的 但是呢 乘机呢 我们来看看啊 它就应该是B'A' 那B'是B'没有问题 A'是A也没有问题 可非常遗憾呢 它可就不是AB 事实上呢 我们只要找到两个矩阵 因为这个矩阵和对称变换的一定关系 我只要找到两个矩阵 使得这个B'A'不等于AB 那么AB呢 就不是对称的 所以就两个对称的变换 乘机呢 不一定是对称变换 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对称变换呢 那当然就是AB等于BA的时候 就这两个相等的时候 就这两个相等的时候 它不让我们找一个冲销条件吗 那么如果是对称的 你看AB肯定是等于BA 那如果AB等于BA呢 就满足这是个等号了 是个等号的话呢 当然AB呢 就成了对称的了 AB成对称的话呢 那么也就是两个对称变换 乘机呢 也仍然是对称的 那么在正交变换和对称变换里边呢 大家要充分利用这样一些结论 什么样的结论呢 就是说在这个标准正交机下 在一个N为欧式空间的这个标准正交机下 那么Sigma与正交矩阵 或者我们这样写 正交变换 与正交矩阵 是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对称变换 与对称矩阵 也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也就是说呢 当让你研究正交变换 你无从下手的时候 你把它变为正交矩阵 研究对称变换 你觉得比较费劲的时候 我们来研究对称矩阵 反之如果我们研究这个东西要比较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具体的变换 而且呢 还有这样的结论 在同一组机下 那么如果Sigma对应的矩阵是A T对应的矩阵如果是B 那么Sigma加T对应的矩阵就是A加B 注意这是我们在很久之前学过的 A乘Sigma对应的矩阵呢 就是AA 那么SigmaT对应的矩阵就是A乘B 就是和对应的矩阵是矩阵的和 那么数乘这边也是数乘 这边乘积呢 这边也是乘积 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啊 那么对于我们来研究这些变换 与矩阵之间的关系 那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一节里面的最后一题 就是350页的第六题 对于下列对称矩阵A 各求出一个正交矩阵U 使得U品 AU是个对角形 那么这个具体的题目呢 我们不再去做 我们把这个这种变换的 这个大这个步骤呢 再来说一遍 然后大家按这个过程去做就行了 那么给一个矩阵A 它是一个实的对称矩阵 那么我们有定义保证 它一定能够对角化 只要实的对称矩阵一定可以 那么它的过程呢 就是我们先来求 IA-XI-A的这个行列式 我们求呢 这个的行列式 然后呢 让它等于零 等于零以后呢 就求出若干的特征根 λ1到λn 这些特征根呢 它都是实数 也就是说一定的都是这个 本征值 然后呢 求出这个东西来以后啊 从这里边呢 求出这些λ以后 那么对应于这个每个λ 我就可以让λ-I-A 求相对应于它的这个其次线性方程组的非灵解 我们来求这个 对它呢 去做变换 对它去做变换的话呢 他还注意啊 如果它是单根 我们就直接呢 把它的特征向量呢 给它写出来 然后呢 再把它单位化 对于如果是有重根的啊 比如说这个λ如果是 R重的 当λ是R重根的时候呢 那么它对应的那些特征向量一定是有R个 就是可C1 可C2 一直到可C2 那么得出这样R个向量以后呢 大家注意呢 一定要对它呢 去正交化 正交化完了以后呢 还要给它标准化 也相当于是施米特的那个正交化过程 然后再加一个标准化 把它标准正交化以后 然后呢 这个剩下的工作呢 就按我们对角化的那个过程来做就行了 就是一写出U 那么U对应的呢 就是特征向量 以特征向量为列 然后做出一个U 然后呢 U'AU呢 就是那个啊 对角矩阵 对角矩阵 这上面呢 都是特征值 那它呢 就是和对和特征向量 对应的那些特征值 就像 我们一般的对角化过程 直接呢 去写出来就行了 这是呢 就是在我们让这个U品 AU是对角矩阵的时候 那么它呢 和我们 就比我们原来的对角化 就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标准正交化 就是说如果呢 个数比较多 咱们要把它去正交化 如果是个单根的话 那么就把它单位化就可以了 那么具体的过程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不再去给大家写 大家回去自己呢 把这两道题呢 好好的去做一下 把这过程呢 要掌握清楚 这过程呢 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一章的细题 就全部讲完了 谢谢大家